5月1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此公报签署之日起,中国和多米尼加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 至此,多米尼加即日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王毅与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签署联合公报中, 多建交,扯不上什么又迫和交易在5月2日外交玻璃型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及,台湾方面宣称,大陆已巨额经缘,有扑多米尼加同台断交。 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华春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米尼加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扯不上什么又迫和交易。 中多建交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多方承认和磕首一个中国原则。 在中多建交联合公报和多方公开表态中,多米尼加政府声明了这一立场,中多建交水到渠成。 我们相信,中多建交必将为两国的领域友好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中多建交再次印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多米尼加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扯不上什么又迫和交易。 已经有多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目前也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自2016年以来,已经陆续有盛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和多米尼加,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2016年12月26日,外交部长王毅在魏京与盛多美和普林西比外长,伯特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盛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在此六天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个岛国,位于非洲西部,活土年纪约为1000平方公里。 2017年4月3日,中国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使馆,在其首都圣多美举行接牌仪式,王毅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的圣马洛,签署公报。 2017年6月13日,外交部长王毅同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的圣马洛,在魏京举行会让,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当地时间6月12日,巴拿马总统巴雷拉正式宣布,巴拿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因巴拿马运河闻名于世。 2017年11月16日到22日,巴雷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巴雷拉会谈时指出,中国有句话,不得长城非好汉,你依然做出同中国建交的政治决断,又实现访华,这就是英雄好汉的壮剧,我们对此高度赞赏。 巴雷拉左次到长城参观值得一说的是,2016年3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与钢比亚外长盖伊,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钢比亚,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两国子当日预期恢复大史籍外交关系。 不过,钢比亚早在2013年给予台湾断交,钢比亚位于非洲西部大西洋沿岸地区,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 目前,人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致志可数。 今年1月16日,外交部长王毅曾在盛多美表示,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够一个不少地出现在中非合作的全家福照片里。 这句话意味深长,监制唐宇主编李伟王兴动编辑洪说,觉得有用情。 感谢观看。